欢迎来到云上俱乐部YouTube频道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 什么人适合提前领取加拿大退休金 CPP 退休金申请的年龄段 通常是在65岁 但是也可以提前在60岁申请 也可以延迟到70岁申请 那么什么人合适在65岁申请 什么人适合提前申请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一些资料 我们这里做了一个列表 从60岁到70岁 这个10年期间 那么正常的申请的时间是65岁 我们以65岁能够领取的退休金 为1000加币来计算的话 每提前一年 我们的退休金就会减少7.2% 那么提前五年呢 我们就会减少36% 在60岁退休 我们就只能领取640加币的退休金 那么相反 如果我们延迟退休 每延迟一个月可以增加0.7% 每延迟一年增加8.4% 那么如果是延迟五年 那么我们就可以增加42%的退休金 如果我们70岁才开始领取我们的退休金 我们就可以领取到1420加币的退休金 很多人就有疑虑了 那么我们到底是在哪个年龄段 申请我们的退休金 对我们自己更适合 可以让我们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呢 其实每一个人答案都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取决于很多的因素 我们工作的时间 我们公款的多少 我们提取的时间 以及我们的身体状况 财政状况等等 影响我们CPP提前领取 或者是延迟领取 会决定于哪些方面的因素 首先是您的身体状况 那么如果您的身体状况比较好 可以工作的时间比较长 这种情况您也许适合延迟申请退休金 那么如果您的身体状况并不是特别好 或者您的家族有一些长期病患 或者是一些比较严重的健康问题 那么也许您就适合提前领取退休金 第二个方面呢 就是我们自己的财务状况 那么如果我们的财务状况比较好 不用担心我们自己的生活 可以选择65岁退休 或者稍迟一点退休都可以 但是如果我们到了60岁以后 还有很多的债务需要去负担 然后我们自己呢 也没有特别高的退休金 也没有其他的特别的投资储蓄 或者也没有买多少的RSP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您也许就可以选择提前领取您的退休金 另外一种呢 就是您的退休计划 您是决定不同的人 他对这种生活方式的选择是不一样的 有些人是以工作为快乐 但是有些人呢 就喜欢享受生活 所以呢 您的这种生活方式也会影响变责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您的退休生活计划是怎么样的 下面我们可以对这几个方面呢 进行一个简单的综述啊 如果您的身体状况非常好 然后又有很好的财务状况 有喜欢 而且呢 也享受工作带来的快乐 那么65岁甚至延迟领取退休金 可能就是您的一种最好的选择 那么另外一种情况 如果您的身体状况不是特别好 或者您的家族有健康问题 您有财务的迫切需要 您没有其他的退休来源 您有可能领取退休的保障金 那么这种情况呢 也许您可以提前领取退休金 对您退休后的经济收入呢 影响并不会特别的大 下面呢 我们举几个例子来看一下 这两位如果是同年同月同日的生日 今年他们59岁 那么到明年呢 他们就有资格去申请CPP 那么其中一个呢 他的身体非常健康 另外右边的这个呢 他的身体呢 可能会有一些慢性病 或者身体状况不是特别好 或者呢 他的家族呢 会有一些长期病患 甚至是癌症啊 等等严重的疾病 那么也许呢 左边的这个人呢 他可能就考虑 是不是要延迟 申请他的退休金 那么右边这个呢 也许他可能就想 要提早一点申请退休金 因为提早申请 也许对他更有利 因为提前领到钱了 而且他不知道 自己的生命会有多长 计算师呢 曾经做过计算 如果我们提早 领取我们的退休金 那么到了74岁的时候 我们所累积的退休金的 这个金额 和65岁时候申请退休金 他的累积的金额 在74岁的年龄段 就达到了一个平衡 那么如果您的寿命 超过74岁 那么延迟申请退休金的好处呢 就会大过提前申请CPP 也就是说您可以得到的 CPP的量会更高一点 第二个例子 也是同样这两个人 他们是同年同月同日的生日 那么其中一个呢 还想继续工作 而且他的工作的收入比较高 那么另外一个呢 他不想工作了 收入也比较低 那么他就想提前退休 因为这个CPP对他来说 提前和延迟并不会特别大 因为他的基数本身他就小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财政状况的影响 那么如果左边的这位朋友 他的财政状况出现一些问题 他的房子的mortgage还没有配完 还要交房子的水电器煤等等 另外呢 自己的生活呀 还需要更多的经济支持 那么也许呢 这个时候他就会想着 我可以提前领取我的退休金 那么这时候呢 可以支持我这段时间的生活 那么相反 另外一个这位朋友 没有什么财政的需要 他有很好的工作 还可以继续支持他的生活 购买的有其他的一些 个人的储蓄啊 保险啊 投资啊等等 那么这时候他不需要这个CPP 来作为他的经济支持 所以呢对他来说 他可能就会选择延迟申请退休金 下面呢 对这个CPP的一些问题 来看一下他的回答 这个呢 是Service Canada的官网上提取的问题 我们可以什么时候开始领取退休金 第一个答案 任何时候你都可以 第二个答案 60到70岁之间可以提取 第三个 65岁才能够领取 第四个答案 我不知道 正确答案是B 在60到70岁之间的任何时候 您都有资格申请CPP 第二个问题也是多项选择 在我们决定什么时候 开始申请我们的CPP的时候 要考虑哪些因素呢 您的财政状况 B 您的健康状况 C 您的退休计划 D A BC 都包括 E 我不知道 正确答案 应该是 包含 A B 和C 第三道题 我们的退休金 可以涵盖 我们退休后的 所有的财政需要吗 A 是的 我们依靠 CPP就足够支撑 我们的退休生活 B 不是的 CPP只是我们退休生活的一部分 我们还需要 依靠我们的个人储蓄 以及其他的投资等等 当然其实还包括 政府的老人金 保障金等等 C 不知道 正确答案是 B 也就是说 退休金是不足以支持 我们退休后的财政需求的 我们还需要 依靠我们自己的个人储蓄 投资等等 好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 单项的一些问题 CPP 只能在65岁开始领取吗 答案是 60到70岁之间 任何时候都可以领取 工作期间可以领取CPP吗 60岁以后就可以领取CPP 无论工作与否 CPP领取之后 还能要求停止吗 申请之后就不能更改了 但是如果您申请之后 还继续工作 那么还可以继续累积CPP 这种累积叫 Post Retirement Benefit 也就是退休后的一种福利 累积的CPP 还会继续增加到 您的CPP技能当中去 65岁之后 如果继续工作 还要公款给CPP吗 您可以自行选择 是否继续公款CPP 如果您选择 不再公款 那么您需要 贴写一个表格 给Service Canada 然后也要告诉您的雇主 那么这样呢 您和雇主都不需要 再给CPP公款 那么如果您决定 还要继续公款的话 您的雇主也需要 继续给您的CPP公款 如果您对网站 然后去查询更多的信息 想了解更多的资讯的话 您可以直接登陆 Canada.ca 搜索Service Canada 然后下面寻找CPP 就可以了 如果您对今天的视频 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留言区 给我们留言 欢迎订阅 关注和转发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视频再见